下一個要介紹的叫做梭酸 我都念梭 可是教育部也就說我念錯了 等到你就知道 教育部也就說我念錯了 我都念梭酸 梭酸就是有一個叫做梭基 我念梭了 我念梭 但是這是錯的 我念梭 叫做COOH 叫梭基 把那個氫被它幹掉 變成社會就會變成所謂的梭基 這個字不是造字來的 這個字古時候就有唸就有這個字了 教育部說他要唸做椎 椎之無為椎 椎基 椎基 這個字古時候就有這個字了 不是像那個聽類聽事造字造出來的 這個語言就有這個字了 所以如果你要唸正確你就會唸椎 那如果你要唸錯就跟我一樣唸說梭基 他就說梭基 那是我唸的是錯的 我唸的是錯的 OK 椎基 椎基 毛治平的意思 那個椎是毛治平的意思 OK 這通知就這樣子 把一個氫幹掉 變成COOH 所以說CNH 2N加1COOH 那這樣有個問題啊 你的甲腕幹掉一個氫 變成COOH之後變成怎麼樣 變成這樣 這樣會有幾個碳 兩個碳對不對 所以叫什麼酸 乙酸 所以甲腕變成什麼酸 甲腕變成叫做乙酸 因為它多有兩個碳啊 因為COOH就有一個碳嘛 所以就有兩個碳 所以甲腕會變成乙酸 那甲腕會變成甲醇對不對 可是甲腕會變成乙酸 所以有人喜歡問你 那甲酸要怎麼寫 甲酸要怎麼寫 甲酸要怎麼寫 所謂的螞蟻的乙的乙酸 然後這乙酸就是甲酸 這聽起來奧可對不對 乙酸是甲酸 乙酸是甲酸 螞蟻的乙的乙酸是甲酸 HCOOH 所以呢 除了你要知道乙酸怎麼寫之外 你還要知道甲酸怎麼寫 HCOOH HCOOH 乙酸CH3 COOH 這是我們習慣的寫法 照以前 叫把酸跟要寫在後面 所以呢 也有人寫H CH3 COO 也有人寫H CH3 COO 但是很少人家寫得對 很少人家寫 ok 縮酸就是酸 所以讓融入水會切除輕 Ö 它乘甚麼性 酸性 所以縮酸融於水成酸性 剛才講那個唇類融於水甚麼性 中性 所謂的東西是中性 縮酸溶於水會有清理子 所以它是酸性的 酸性的 好 我們就看一下乙酸 就是醋酸後來再加一次 這要加好多次 乙的那個醋酸無色液體 有濕濕的酸味溶於水 這弱酸性 弱酸性 然後呢可以吃嘛 吃醋嘛 也是重要的工業原料 做到汪汪汪直接看完就可以了 OK 化學是要小的 一個是小的 乙酸的化學是 就是醋酸化學是 一個小的 甲酸的化學是 那什麼叫酸 有什麼基因 有那個縮肌 椎肌 COH的那個叫做酸 都有了解 有講過 這個官人基是誰都要知道 每個人的官人基是誰都要曉得 就是有關於介紹酸的部分 OK嗎 OK